第四百一十八集 修为的中年男子 却是如此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单单这无上魂根 便算得上天大的秘密 一股无上恐惧 蔓延在叶红斌的心头 他羡慕 他嫉妒 如果他身上掌控着 这道逆天魂根 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叶家更不敢逐出自己 他甚至在想 如果自己把叶天正 交给昆仑须叶家 会不会就有 重新踏入叶家的资格 无上魂根 叶天正皱了皱眉头 他依稀猜到了一些 当初和妻子江佩荣 困在幽魂监狱的那五年 他或多或少 从妻子口中了解了一些东西 江佩荣在华夏是逆天灵根 这才会造成如此大的波动 而他则是樊根 并且是检测过的 甚至可以说是废根 在那些华夏武道界的人看来 根本配不上江佩荣 江家这才万般阻挠 但是随着这半年的事情发展 他发现自己身上并没有那么普通 他的孩子叶辰 实力如此恐怖 短短五年 修炼到现在的地步 破开幽魂监狱 那力量足以害人 如果他真是樊根 怎么可能和江佩荣 生出这种逆天的孩子 从面前男人的话语中 自己身上所谓的魂根 绝对不一般 甚至可以说是 无比重要的存在 还有 他身体中一直有着一道力量 保护自己 这力量哪怕在昆仑须血蒙 那些人也无可奈何 最后 再加上眼前这群人不断的审讯 他仿佛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关于绅士 昆仑须叶家 这难道就是老爷子 一直守护的秘密 老爷子一直以来都不在家 没有工作 却是衣食无忧 莫非背后就是这昆仑须叶家 可是老爷子为什么要去华夏 这是在躲避着什么呢 就在叶天正思索之际 叶红斌继续道 叶天正 你愿不愿意和我回叶家 只要你回叶家 这血蒙无法束缚你 不光如此 你想要的一切东西都能得到 他的语气急促 迫不及待 这些年叶红斌最大的遗憾 便是被赶出了叶家 如果有叶天正 那便是天大的机缘 他为叶家提供无上魂根 叶家必然会把他收入其中 这功劳盖过天 血蒙长老听到叶红斌的话语 脸色有些变了 他们根本想不到 叶红斌居然当着他们的面 打算带走叶天正 这可是在血蒙啊 其中一位血蒙长老站了出来 开口道 叶前辈 你这样 不好吧 叶天正可是我们血蒙的人 叶天正眸子微眯始终狂热 他连正眼都没有看血蒙长老 他便道 我知道 血蒙在昆仑须的地位 还算可以 但是你应该清楚 血蒙上不了台面 还有 你觉得血蒙有资格撼动 上古家族叶家吗 就连你们盟主 也不一定有资格触碰 你可以当这是威胁 但这便是我的态度 对了 你不是想知道 叶天正身上的密码吗 这无上魂根便是 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 无上魂根不同于一般的稀有灵根 他放眼整个昆仑须都是顶级灵根 听到这冰冷的话语 血蒙长老们毛子透着一丝寒意 叶天正 他们自然不可能交出 昆仑须叶家就算再强势 那也是过去了 更何况 此地发生的事情 只有他们几人知道 如果叶红斌出世 叶家又如何知道 叶天正是无上魂根 一位金色长袍的血蒙长老一步跨出 双手附在身后 叶红斌 你不要太过分 就算叶天正真的来自昆仑须叶家 又如何 就算他是无上魂根 又如何 你若敢带走他 那我们血蒙只能让你永久陨落于此了 杀鸡释放 充斥着整个屋子 冰冷的杀鸡刚触碰到叶天正 他的身体便是生出一道屏障 保护着他 而叶红斌手中却是祭出一把剑 剑锋直指那位金袍 血蒙长老 你们居然还敢杀我 我背后的宗门可是知道我踏入此地 如果我三天不回去 这代价你们承受得起吗 叶红斌肆无忌惮 他今日必须带走叶天正 他不信血蒙之人敢动他 这便是规则 一时间气氛凝重到了极致 一旁的叶天正表情有些古怪 感情自己还是一个抢手货 突然他眸子一缩 仿佛感觉到了什么 这种感觉和当初叶晨 进入幽魂监狱的时候一模一样 这小子不会进入昆仑虚了吧 应该不可能 看来是我最近没休息好 就在叶天正自言自语的时候 一柄寒光闪过 金袍长老的手握住了叶红斌的剑 随后金袍长老身后的几人 纷纷祭出武器 直指叶红斌 叶红斌 请你搞清楚你的身份 我们让你来此地究竟为何 叶天正是我们血蒙的人 更是盟主关注的存在 你若敢带走 不好意思 你就只能永久陨落此地了 金袍长老乃至身后的血蒙强者 杀机释放开来 无尽微压让叶红斌脸色微变 他想要挣脱 却发现自己的剑仿佛死死地焊住了 他这才恍然 在外面一直没有说话的这位金袍老者 绝不一般 犹豫数秒 也红斌开口了 既然你们执意阻拦 那此事暂时搁置 今日我便去一趟昆仑须叶家 让他们来向你们血蒙要人 说完他便抽出了已经松动的剑向着外面而去 可是没走几步 背后居然被一道冰冷触碰 他的脚步僵硬 他能感觉身后是一柄寒剑 并且已经破开了他的皮肤 只要用力 必死无疑 你这是做什么 打算杀人灭口 金袍老者冷冷一笑 我们血蒙怎么可能动你呢 只不过你知道了太多东西 反正也没什么事 就在我们血蒙住上几天 等叶天正的秘密清晰之后 我们自然会放你离开 现在还请你配合 读取叶天正的记忆 从他记忆中搜索出我们血蒙感兴趣的东西 这对你 亦或者对我们血蒙都有好处 叶红斌深知今日 若是强行动手 必死无疑 唯一的办法 便是听从这位金袍长老的意见 不是我不想动叶天正 刚才你也看到了 那道力量也在对我出手 我现在的实力无法抗衡 这是实话 金袍长老将手中的剑收了起来 认真道 那力量虽然对你出手 但是显然收手了几分 不然你不可能还能站着 我们血蒙其他人触碰叶天正 有几位甚至当场化为血物 你实力不够 没问题 我们会给你一道力量 以我们几人的力量 叶天正体内的存在 自然可以破解 叶红斌略微深意的看了一眼金袍长老 长叹一声 还是来到叶天正的面前 一直点出 触碰到叶天正的眉心 而金袍长老和其余几位长老 也不闲着 丹田真气涌动 随后一掌 派在叶红斌的后背 无尽真气 全部涌动而去 叶红斌的气势 也在不断地攀升 他手指的金光 彻底钻入了叶天正的脑海 一道道画面闪过 来自华夏江城的画面 这一次 那力量虽然在阻碍 但是却被几人之力 直接破开 一段段记忆 钻入了叶红斌的脑海 断断续续 他一息之间 看到了一个少年 少年名为叶辰 江城之人 叶天正之子 在江城的圈子 沦为废物 无数人耻笑 叶天正安慰这个少年 却始终没有用 直到他们收到了 云湖山庄的一场邀请 云湖山庄 叶天正和江佩戎 想要为叶辰证明 却没有想到 林绝龙出现 一家惨死 灭门 而后叶天正和妻子 死而复生 进入幽魂监狱 无数次审问 只为叶天正背后的秘密 画面闪烁 叶洪斌看到了一个老者 老者将叶天正叫到书房 拿出一块黑色的石头 小心翼翼地交给叶天正 天正 此时是我留给叶辰的生日礼物 如果哪天我出事 出事后的第三年 便把此时交给叶辰 记住 不要弄错 这个代价你负担不起 我把一切的赌注 都压在叶辰的身上 如果输了 后果不堪设想啊 画面在这里便是戛然而止 叶洪斌眉头微皱 那黑色石头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叶天正的父亲 如此谨慎呢 他想继续追溯 却发现叶天正脖子和脸上 都青筋抱起 很是难受 这种术法 对叶天正便是一种摧残 叶天正想要挣扎 他虽然血脉特殊 但是终究没有修炼 又被这么多强者压制 他如何抵抗 叶天正的嘴角 渐渐溢出鲜血 那道力量 被这么多强者的全力一击压制 他现在只能靠自己的身体抵抗 怎么能不受伤呢 叶红斌看了一眼叶天正 眼神倒是变得冷漠了起来 固然面前这家伙 可以帮助他进入昆仑须叶家 但是不重要了 他发现的秘密更重要 昆仑须叶家沉寂千年 为何突然在几十年前去华夏 结合叶天正的部分记忆 显然是为了那老头的骨灰 我说是为了那老头的骨灰 我说是为了那老头的骨灰 我说是为了那老头的骨灰